我对中国大陆完全没有敌意 不反中 也不仇中 也不恨中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都觉得说 我是一如既往的诋毁 那其他节目怎么办 其他主持人怎么办 所以很多事情要平良心 你不能这样把所有的 你对台湾的什么不满 都能灌在我们节目身上 只因为我们节目收视率最高 这没有道理 大家好 看了一下刚才那个节目 邵康战情室 赵邵康花了40分钟 跟全世界的华人解释一句话 我不反中 就是这一句话 他不反中 但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 我一会儿慢慢给大家解释 这里边今天又看到郑立文了 郑立文啊 挖嘎力共啊 挖嘎力共 台湾 我跟大家说 说好 说好 包刮呀 包刮 包刮呀 是不是 大陆啊 又离我们台湾远了 又离世界远了 挖嘎力共啊 你看他大嘴 远不远没啥 你啊 早就离我们儿去了 都进太平洋了 哎呀 台湾人挺有意思啊 这个赵绍康看来真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台湾人急了 你看呢 死一般寂静的这个演播厅 像不像都得了冠状病毒 我觉得赵绍康啊 扫扫扫康啊 你可能啊 时日不多了 我深深的感觉到你已经被感染了 岁数大了吗 是不是 赶紧能吃吃能喝喝 料理一下后事 这个李登辉不就走了吗 哎 马上你也要走了 走也没啥 走也没啥 人呐 早晚得一死 你看那个演播室死一般的寂静啊 我的妈呀 就好像所有人都已经得了冠状病毒了 还是没有戴口罩 所以我说这个节目啊 这个节目人会越做越少 为啥呢 都隔离了 明年一看呢 人全都啥 全都在骨灰间呢 全都变成骨灰盒了 台湾社区爆发 马上我告诉你 马上就大流行了 但是你看这个节目还在这么做 而且那个郑力文啊 一改往日啊 那个威武 那个样子啊 那大大下巴 哎呀 就跟那个水里边两栖动物一样 两栖啊 啊 所以说海洋啊 你看他海岛上的人都是 下面海里有一种鱼 两栖动物 以后给郑立文下部留言 就是两栖挖 两栖动物 你看他大嘴 包瓜 是不是 包瓜 台湾人讲话挺有意思 跟哄小孩似的 你看有时候说的 包瓜 我们 是不是 我们离大陆越来越远了 你从来就没见过 台湾人 你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 大陆人早把你们看透 你们只是演戏 现在着急 我给大家解个闷 为啥绍康战警士这么急 他呀 其实如果像他说的 民主自由了 他急啥呀 为啥急呀 他没必要急呀 跟利益挂钩了 就是现在赵绍康认为自己呀 可能在中国得不了好处了 因为我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 官媒 他为啥这么急 是官媒开始骂他了 观 观察者网 那说白了也是中央媒体 跟中央啊 是不是 外围的一些媒体 就是说风向已经对他不利了 所以赵绍康出来 要出来什么 要出来替自己护驾了 不然很多利益在大陆的人民币人民币赚不到了 你看那一桌人跟他妈死爹死了妈似的 人民币没了 毛爷爷没了 毛胖胖没了 知道吧 知道吧 你看我每次用最简单的话告诉你 这帮人死了爹了 死了毛胖胖 胖胖没了 所以他在大陆利益受损了 另外啊 他知道这个事没那么简单 大陆已经把他们定性为什么了 跟台独那帮人是一样的 他们以后来大陆可能啊 很多事很多利益跟他没关系了 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 所以需要出来解释嘛 你要是真的心里没鬼也不用解释啊 另外啊 大家该骂骂啊 千万不用留情 为啥呢 人家邵康台湾人说了啊 赵邵康说了 哇嘎里共啊 说了吗 哇嘎里共啊 我誓死捍卫你们说话的权利 听见没有 照样骂 骂死他 他誓死捍卫你骂他的权利 骂呀 不能停啊 不能停 这帮人是傻逼 我告诉你啊 玩自由民主这帮人都是傻逼中的傻逼 你看看郑立文 是不是 你看看 都能把你吃了吗 操 那嘴章呢 他们是傻逼还在玩自由民主呢 知道吧 人家骂他 他也得给你玩自由民主呢 誓死捍卫别人说话权利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不用跟他客气 你骂他 他誓死捍卫你骂他的权利 这不就是国民党当年被民进党玩死的原因吗 民进党搞台独 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吗 台独 誓死捍卫 所以台独把他们给吃了 所以这国民党啊 还有这帮人最后就是被这么玩死的 我看我又告诉你个底层逻辑吧 所以不用怕大家玩死他们 他们已经被人玩过一回 被民进党都玩过一回了 没事 这回共产党看来也要玩他们 所以是国民党啊 国民党就剩被人玩了 还誓死捍卫别人权利呢 啥叉 给大家说一说 这个事其实挺重要的 为啥呢 官媒说话 我分析啊 官媒现在已经把台湾这边 你看见没有 连赵少康这种自诩为亲中啊 你看看他那个录像没有 我多亲中啊 这种人已经定性为什么 跟台独没区别了 说白就要跟他们撇清关系了 那就可以看到了啊 那些娱乐圈的 跟赵少康一挂的那些娱乐圈的啊 还说自己是爱大陆的心 跟赵少康 你有赵少康爱大陆吗 没有吧 赵少康是自诩台湾最爱大陆的 都已经把他定性成什么 跟台独一样 你看看其他人啊 所以我说娱乐圈会有个地震 影视圈 这帮台湾演员会从大陆上消失 代言会终止 军事上经济上都有啊 台湾的那些企业 可能啊慢慢就离开大陆 不允许你再到大陆了 军事上就武统了嘛 现在开始看着意思啊 慢慢慢慢的往武统那去了 已经开始跟他们切割了啊 你说民间谈武统是民间的 现在看来官媒啊 也往武统那个方向去了 所以我说了啊 快了倒计时了啊 马上就十九八七 是不是 哎呀 我不知道赵少康啊 这冠状病毒这个疫情 能不能活到 是不是 倒计时那时候 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这一屋子人呢 选 都不一定能看到这时候 可能提前就嗝屁了 你看那一屋子 所以我说国民党啊 他们这些人呢 没有政治智慧 骗台湾人说什么 哎 我们啊 我们爱台湾 是不是 你看大陆多坏 中国人多坏 我们爱着台湾 到大陆呢 又骗大陆人说 你看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台独 我们打击台独 但是互联网啊 把你们这个丑态啊 全都展现无遗 你们别在这装了 你们那个之前那些节目 大家都可以看清楚 你们到底是个怎么人 所以你两头讨好 国民党 特别是你赵少康这种 我说了吗 你两头讨好 最后 不是智慧的 政治智慧一点都没有 你骗台湾人啊 中国人是愚蠢的 中国人蠢 中国人笨 你看中国人 是不是 多坏 那台湾人就想了 你不就代表中国吗 你国民党不就代表中国吗 中国国民党啊 那你不更愚蠢吗 更坏吗 离你远远的啊 到大陆呢 哎 你看看 台湾那帮台独 是多坏 你看 中国人 是不是 咱们中国人 我们 我们是不是 我们 我们台湾人 怎么怎么样 不支持台独 大陆人一看 不支持台独 哦 2300万人选出台独 台独党跟上的政党 你说不支持台独 大陆人也觉得你骗人 所以你在两头啊 你都玩不也去 你看国民党们 玩的越来越窄 路子越来越窄 就剩个郑立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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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牙子露出来了 我地妈呀 你出来骂鸡喊 还会啥 哎 正丽文呢 啊 哎 这回我得提一下 我啊 我是 好像是YouTuber 第一个把他们这个 把他们这些丑态啊 做齐节目 说出来的吧 我觉得 我是贡献挺大呀 看来我这个小频道啊 让赵烧康这些老狐狸 也坐不住了 但是我又这么想 那说明台湾这些媒体 台湾这些人 没什么深度 你想那一个外媒媒体 骂他一句 他就已经用40分钟来称轻了 证明他非常重视这事 也证明啥 他离不开大陆人对他的好感 国民党一旦大陆人 都没好感了 国民党真玩完了 台湾人要弄死他们 大陆人也要弄死他们 他们是啥呀 屎坑里的臭丛 上来也踩死你 下去淹死你 你说两头都不是人 所以我说国民党 还赵少康这些人 玩到最后就玩死了 赵少康还不如得 冠性病毒直接就嗝屁得了 你嗝屁了 其实也是个好处 不然要不两边人 谁都能弄死你 更惨 这就是我说的 台湾人没什么智慧 你看那个天天讲的大道理 什么我们跟世界接轨 你跟世界接轨 你妈了个逼了 郑里文 你接轨啥呀 你接轨 哇嘎利供 是不是包瓜 是包瓜 你看大舌头 包瓜 大牙 大牙一亮 是不是 郑大牙 包瓜 是不是 包瓜 台爸 你说那个蠢样 哎呀 真以为自己是世界了 台湾人 你知不知道 你台湾在别的官家眼里 你什么都不是 你什么都不是 你台湾什么都不是 等着吧 马上你就变异区了 然后呢 就变成封锁了 全世界对台湾封锁 到时候啊 你可出不去了 就等着死了 我不说了吗 2020年 台湾这些做节目主持人 要死一半的 你看都不戴口罩 互相之间 你说我笑 一传染 一串 一串传染 所以我就说了 台湾人 台湾那块啊 今年得死一半 你看着啊 很快 台湾就会有 第二例 第三例 死亡的病例 然后呢 大面积 社区就爆发开始 哎呀 非常期待这一天到来啊 我觉得我现在 这个所有的预言 都成真了啊 你包括台湾 你看对赵少康 这个节目的预言 我做完节目 好像中央也挺重 马上这文章就上去了 就把赵少康这帮人 直接是不是 底裤也扒了 就晾到这个海滩上 赵少康现在不就光着屁股吗 这帮人 一屋子人 你看看 跟死了爹似的 你看那屋子 也不说 也不笑了 就看来啊 赵少康现在踢了裤子 准备找裤子呢 想把裤子穿上 40分钟裤子都找不着 所以我说这帮台湾人 其实你看他们 没啥本事 外围媒体 说了一句文章 说了 马上就老实了 40分钟解释 直当的嘛 直当的嘛 没啥本事 也说明他 确实离不开大陆 你看 大陆只要跟他一瞪眼 他们都害怕 这个东西利益受损了 这会看清楚了吧 台湾人 台湾人的底裤 是不是都看清楚了 都没穿裤的 包括那个 那个郑立文 我每次看见我怕他摇我 长得就像两栖动物 像不像两栖动物 你看那郑立文像不像两栖动物 没进化完的 那个岛上那种 那种蠢样 海岛民族那个蠢样 哎呀 包瓜 包瓜 是不是 像不像青蛙 包瓜 包瓜 我每次看台湾说包瓜 就包瓜 像不像大青蛙 所以我说台湾这个岛上 这边都是两栖动物 路上也能玩 海里也能玩 你说海洋文明 大陆文明 它两边都能玩 两栖动物 完了 我又给他们定性 台湾人就是两栖动物 但是咱们大陆文明 把他们看一乐就行了 你看这一瞪眼 马上 40分钟啊 给你解释 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那个 没事 该骂骂他们 记住了 他誓死还为 你骂他的权利 不要着急 咱们该骂骂 他们可厉害了 自由民主 他呀 誓死还为你骂的权利 到时候我哥说了 那斯巴达进那个城 杀那个什么 雅典这个 自由民主 那玩玩 杀雅典市民的时候 雅典市民最恨的 就是自由民主 是不是 我誓死捍卫 你说话 这帮杀逼 所以我说 他们玩到最后 就把自己玩死了 就像那个雅典市民一样 斯巴达人家团结 人家有一个军队的统帅 带着大家一起 战无不胜 统治整个这一片 结果呢 雅典人家是 誓死捍卫 你说 所以胜负已分 所以这帮傻逼 这就是 我告诉你 什么叫傻逼 台湾那帮人就是傻逼 民进党不就是这么上来的吗 誓死捍卫 人家搞台独的权利 自己被玩去了 现在啊 大陆准备用这招 把他们也玩死 哎呀 看了这个节目感想挺多啊 我现在发现我这个节目挺重要啊 台湾这些人现在慢慢的开始看我节目了啊 而且这个中央媒体开始也是往武统这边来了啊 大家没事大胆的说 大胆的啊 反正在台湾那块 他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 没关系啊 弄死他 弄死他 啊